据台湾官方通讯社报道 台军汉光37号电脑兵器推演 23-30日进行 台军方声称 这次将采用复合式兵推 并以最严苛敌情威胁状况 模拟所谓解放军攻台各种可能 汉光演习是台军年度最重要 最大规模演练 近年也提升训练强度 声称以防范敌对势力对台湾的侵扰 台防务部门称 此次兵推将采用 每天连续24小时的复合式兵推 并以最严苛的敌情威胁状况 由攻击军模拟敌人犯台各种可能行动 结合议题研讨 实施防卫作战推演与验证 此次兵推进入恒山指挥所的 台军人数约300人 据报道 此次一连八天七夜的兵推为 台军史上最长一次兵推 汉光37号演习时兵实弹演习 将于7月12日16日举行 一直以来 民进党当局将大陆视为假想敌 大肆鼓吹大陆威胁论 在军事防卫方面也动作不断 针对台军举行的汉光演习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孝曾表示 认同九二共识 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有利于台海和平稳定 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 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 妄图以武巨统 注定是没有出路的 明镜需要您的观看 可能长期报 或计antry